大家好,我是诺拉 我目前居住在以色列中央区雷霍沃特市 当地时间凌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开始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其实昨天晚上10点多 以色列这边的政府就已经发布了消息 通知我们说伊朗在11点12点左右会发起袭击 让我们做好准备 看到消息之后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然后就继续睡觉了 直到凌晨的3点多 我被天空中的巨响吵醒了 起来看了一下 我不确定是战斗机的声音 还是说导弹被拦截的声音 当时说实话 我的心情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在今天凌晨 伊朗发动了袭击之后 早上其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现在雷霍沃特市的公共交通系统 也是正常运营的 来到了雷霍沃特市一家比较大的潮市 来看一下现在商品的一个供应情况 这些蔬菜类摆放的比较整齐 货品也比较充足 并没有出现短缺的情况 这里是米 这些大米的工艺也很充足 没有看见货架空了的情况 再看一下肉类的供应情况 这些牛肉也是供应很充足的 这里是结账的区域 有自住结账 也有人工结账 结账的人并不是很多 没有排长龙大队 对于未来 由于我工作的原因 我会继续待在以色列 同时也会密切关注 局势的发展 如果说战争有升级的话 我也会考虑回国 就说战争有没有 任何准备 �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